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我们很快就会下跌到342这个附近 SPY今天有是收盘收了一个十字星代表不确定性 那就意味着市场并不知道它想去什么地方 牛牛需要捍卫的地方是41.8左右的位置 因为它是可能改变市场方向的主要的支撑线 我们推荐信的交易非常顺利 它突破了1118的阻力线 然后直奔这条趋势线 股票在一天之内涨了36美元 当股票达到我们推荐信里面讲的这个目标 就是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然后我推荐的那个1150看涨期权 从15块涨到了30块 是100%的回报翻倍了 今天它又破了1054就触发了做空的操作 还跌到了1028 那它就是额外的26美元的利润 那我个人看从技术上面来看 它在打到1001的支撑之前 还是有挺大的下跌的空间 Rivian RIVN这个股票 我们在我们的交易社群里面 其实很早就开始做空它 但是跌破44是更标准教科书式的进场点 它今天非常弱 甚至都没有随着大盘的反弹 而反弹还是继续下跌 如果你跟了我们的推荐信进行交易的话 你这两天就已经有10%的利润 我建议你现在把止损移到成本价的地方 就是44.2左右这个地方 让它自己跑 看看能不能去到33这个目标 Lily LLY也是我们社群前几天建仓的波段股票 那它昨天呢是突破了这条下降的这条趋势线 那今天呢大幅的跟进有follow up 我们齐全翻了好多倍 那从现在看起来 它离这一条上升的趋势线呢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它很有可能还是继续跑一跑 现在的市场呢是追捧 避嫌股票或者有分红的股票 因为涨息要越来越猛了 很期待看这个股票下面的表现 OK 加入我们的美股社群 拜拜 拜拜 Gör ank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